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有没有看过早上6点上片的YouTuber呢? 就是我 本来应该是昨天下午6点上片 结果预约成今天早上6点了 年纪大了老花耶 不过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我 不觉得也很好吗? 6月30号女团Kiss of Life发表了新曲Sticky 因为从出道以来 Kiss of Life经常展示强势风格 而这次的新曲是清爽性感风格 所以粉丝们也都非常期待 但是在MB公开后 就有部分网友们表示 MB的拍摄角度和成员们的舞蹈都太过分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们指责的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除了脚踏车 其他部分我并不觉得过分 脚踏车的部分确实有点奇怪 不过歌曲真的是选得非常好 不是我的idol 所以觉得只是看一眼就过去的话 整体看起来很清爽 也不算太奇怪 不过如果是我的idol这样出现 应该会立刻抓住后脑手 反而比起那些隐藏意图的作品 这样直接展现夏日清爽性感的风格感觉更好 如果是粉丝的话应该会很讨厌吧 他们好像完全打算走这种路线 让人很反感 我是很喜欢Kiss of Life 他们不像最近的idol一样 是通过选拔和培训组成的组合 而是像收集七龙珠一样 亲自聚集传奇成员结成的团体 看到这个故事后成为了粉丝 我觉得除了脚踏成片段外 其他动作应该都是基本动作吧 自从二代之后 这种性感概念的idol几乎全消失了 现在是时候出现这样的idol了 好在他们全都是成年人 看截图的时候有点奇怪 但是看MV的话感觉还不错 粉丝们非常不喜欢 但就像其他留言一样 感觉很像外国的MV 所以我觉得还OK 久违的感觉像Sista 这种感觉很好 而且成员们都是成年人 所以没什么问题 唱功好性感 确实是有Sista的感觉 所以大家觉得 Kiss of Life的StickyMV怎么样呢 希望Kiss of Life能越来越好 下个消息是 7月1号Y姐女团Baby Monster发表了新曲Forever Forever是继4月发新的正式出道专辑后 时隔三个月公开的新数位单曲 而MV公开不到10小时 就超过了600万的观看次数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Baby Monster新曲Forever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真的很不错 感觉是最近风格和二代风格的结合 哇 除了成员们的歌唱失利 歌曲歌词 MB风格等 每一样都很吐气 本来没有抱太大期待去听 但歌曲比想象中要好 不过阿杨唱歌很好听 不太适合让他去唱Rap 他的音色不太适合那种风格 YG明明有钱又有经验 为什么会这样 选了漂亮又有失利的成员们 但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歌曲很好听 反而因为有种旧时代歌曲的感觉 所以我更喜欢 成员们实力和颜值兼备 如果让专业制作人全面指挥 肯定会大获成功 我不懂YGanser为什么这么固执 这是令人遗憾 感觉Baby Monster能够消化 抒情歌 Hiphop和复古风等多种风格 用唱功这么好的成员们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太神奇了 对于Baby Monster的新曲Forever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拿下抢娃娘娃娃的那一刻 就 嗯 一位粉丝想做的是 用艾布娃娃周边拍摄影片 当你拿下 雷娃娃的那一刻 就会出现 雷 但如果成员没有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当你拿下抢娃娘娃娃的那一刻 就会出现 嗯 为什么要拿下娃娃 她看起来好像是在说 姐姐你太猛了 让人受不了 她看起来整个身体 都充满了困惑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她那种茫然的样子 真的太可爱了 当她发现是什么后 还摆出变身的姿势 真的超级可爱 所以 我还得 啊